明天在台北 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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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們繼續上課 那麼 這集 大概都兩點鐘 我們中午沒有休息 所以你們有要去洗手間的 你們自己點點點點點去 不用幫我補個 點點點回來 好 我們來看看說 為什麼美國只有建國兩百三十八年 為什麼就能變成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不只強還富如強盛 我們來看 第一個 美國人 比較誠實踏實做事 一步一腳印 美國人 你看他們 美國總統就有念 要宣誓 他們是一支手 按所在聖經上面 向上帝就著 要依照聖經的教訓 來抵立美國 來替美國人服務 那麼 聖經主要在說的是在說什麼 就是誠信 信妄愛 信就是誠信 好 那麼 美國人做事誠實踏實 我記得我以前 買飲料 你買到美國飲料 你看 喔 人家有夠重的 真材實料 你說那線圈 重線都用很粗 不是銀行 不是銀行 你買到中國這樣輕鬆鬆 你買到美國的設備 以前都像用不錯 像我買一個西屋的洗衣機 真的很重 鐵棒很高 摩托很大顆 要線圈看得到 好 每條 那個烤鱗都很粗 炒都不錯 我那個好像用到美 20天 一台洗衣機 美国的洗衣機用20天 所以 美國人不在做銀行 鹹料的事情 標籤什麼 他們用的都十分十匯 他做的東西就是要用很久 用美派這樣 再來 大部分的人信奉基督教 遵守其教義 來 我們來看 基督教在說 信實公義博愛判斷 信 忘 愛 公義 信實 就剛才說的 美國人做事 比較有信用 美國人都說信用 你如果要去小孩貸款 你如果要去小孩開花火 他說 你都沒有信用 只要你沒有去開花 你就沒有信用 你就要開花一段時間 包括你都沒有違規 你不欠稅 你要跟人家照顏照 你如果沒有信用 包括你講白菜 講白菜在美國就算很嚴重 因為美國人 可以說後面的國家 有受基督教洗禮的人 受基督教洗禮的人 都很誠實 有信用又誠實 這就是這個國家的供 這一個原因是 因為你講話 尊爲 代行你都做得夠 比如說 一天 一台汽車 萬幾個年驚 這年驚 是幾十間公司在做 幾百間在做 你如果一間公司 沒有照時間 沒有照信用 沒有照品質 幫你搬到這台汽車上面 這台汽車就只有 因為這個東西固定 會有可能 產生意外 你如果 汽車像是要 隆重覆蓄 我所有買來的東西 都會出問題 他發覺這個東西出問題 馬上要通告全世界 買到這台汽車都要回來 現在 回抠 回招 回來 把這年驚換掉 不然 一直在收容 弄死人 你只要這間公司 你只要 培 培養公司 你就培不完 所以一定 要有信用 有信用 你所做的東西 比較有信用 比較不會經常 公義 美國人 現在 之前都說 世界的警察 如果 中國 發生 動亂 還是 違反人權 美國就要出動 要去修理 要叫人 要放棄獨裁專制 要 走民主主義的路線 要做民主的國家 所以 他可以說是 極公好義 這就是 他本身 國家共 依靠實力 去叫人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要教育的藝術者 美國人比較不愛 那麼這個不愛 我記一個例子 美國人 全世界那天 認良小孩子 生肺 其它就要過 真的很有生 而且 自己不愛 自己不愛 自己也有生 過 但是 全世界 落後 貧窮的國家 就是認良 但他們還 真的都沒有認良 好的好救 生得漂亮 還是挺好 這部我們台灣人 我想要再幾十年看有多多 我們台灣人如果要跟潤涼都要挑人人的 好腳好笑 又白白胖胖 很可愛的那種 美國人在 很多都潤涼的那種有缺陷的 缺這個 缺那個 缺腳 缺手 缺香 缺平坑的 不好意思 三不中機 嚇到這機這麼大機 好 所以他們這個部外 我很配合 潘洞就是說他們基本上是相信人都是好的 所以美國人 你如果去美國七島到海關 海關跟我們問 你有帶危禁品嗎 你如果說沒有 基本上他就過了 他不懷疑你 他相信你是好的人 但是你不要再抓到一次喔 你如果抓到一次 你後來要簽 簽簽簽就困難了 甚至被列為不做歡迎的人物 你這個人不信用了 所以美國人對 往前看 就是說從將來抱有很大的希望 就是說美國是一個機會無窮 還有機會平等 只要你欺負打拚 你總是會出頭天 美國人是很相信的 所以他們努力再往前走 他不會一直在往回看 這萬壇以前怎麼辦 他就一直往前走就對了 一直發明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都在引導全世界 你看包括電腦 以前IVM 那當然現在生產的成本是中國 但是起碼你看 微軟 那是作業系統最強的 包括他們的Facebook 好嗎 現在簽到進去 Google 搜尋引擎 這都是美國人 但是美國人 他的好處就是說 他是一個民族大榮爐 全世界無論什麼人政 什麼膚色 你都經過合法的程序 你都可以移民來美國 所以可以keep in全世界 很多優秀的人材 這也是美國人 信奉基督教的好處 會做生 美國都是往前的動力 跟基督教的教育無關 從上自由 平衡 民主 法治 你覺得 美國 他都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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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個自由的人 主義 或者說比吉他都比較重要 那麼平衡就是說 在美國發展的 資歷都平衡 不論你什麼膚色 人種 再來 他們有一部 簡民惡要的憲法 在這裡 簡民更惡要 但是他的立法精神 現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都在學習 那麼我們來看 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 第一 保護個人權利 我剛才在說的 承保法 就是你基本 你自己可以保護你自己 美國國會不會剝奪你個人的權利 你擁槍的權利 再來 限制政府的權利 美國不需要大政府 我那時候 雷�有公司庫作用 不要期盼 政府能夠解決問題 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所以 美國國會是在 限制政府的權利 就要 憲法有規定的 你行政部門 還是立法 我國會有立法 讓你這個行政部門 依法行政 這基本就是要限制 聯邦政府 你不會超越權限 我國會沒有授權的 你就不可以 越權 三權分立 這大家都知道 再來 聯邦體制 每一個州 有州的憲法 但是聯邦 有聯邦的憲法 那麼 這個聯邦體制 又規定 州 加立聯邦之後 你就不可以離開 所以 對外 是聯邦政府在統籌 那麼你各州 有各州的州的法令 這個聯邦體制 做成美國 這國州很精密 國州的 權力 義務 美國的國會 規定得很清楚 所以 現在參議院 無論大小小 每一小都選兩 眾議院就遇到人口比例了 憲法至上 所有 所有 違背美國憲法 無效 所以 美國 開國 援老說 這部憲法 這樣兩百幾年 比較修正 好像二十一條修正案而已 很少的修正 尤其 有修正 第一次修正 有十條 人權法案 人人平等 就說 你在美國發展的機會都平等 只要你輕拍 人人有機會出頭天 所以 簡單來說 就是只有這 這部憲法 可以讓美國盡強 對 真正的立法行政 司法三權分立 互相自衡 立法部門 馬上監督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 馬上監督行政部門 那麼 行政部門的權利 來源 來自國會的立法權 立法後 交給行政部門去執行 這就是 他們在美國 那些永不起立古早 值得臺灣人學習 歐巴馬這總統在國會在演講 就有兩組人不會把他打包 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人 他們是美國參謀聯繫會議層 軍人不鼓掌不干爭 除了有關軍隊的失誤 這都軍人參謀聯繫會議的人 大家都不會笑 人都站在打包子 他們都坐著 手都摸著著 還不會打包子 又扁又扁一扁 像歐巴馬競爛會穿上去 這就是軍人站在中立的立場 軍人不肝臟 不要聽說美國軍人政變 如果民主自由不勝出的國家 因為泰國 菲律賓不惜軍人政變 包括現在泰國也要軍人執政 好 再來這組人 他們都年紀很大 他們也是手都摸著不然打包子 他們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大法官是不會就演說中的任何內容鼓掌 因為他們代表國家權利的另外一段 司法公正 所以他也不會標示 你說你講得真好他就打包子 也不行 所以他們的分跡分得很清楚 這就是美國人 邏輯先清楚 他知道他在做什麼本分 他要守本分 好 吸引及培育來自世界各地人才 這個 早期我們台灣人留學 最多就是去美國 再來還是去英國 澳洲這些國家還是卡納卡 那麼你看 很多在台灣最頭部的這個 台青交 台大清大交通大學 我們這些台灣政經 台北亞之後 很多都去美國留學 這些人材 如果去美國 去避到美國自由的空氣 一避到那些自由的滋味之後 十月九月就沒辦法回來了 因為早期中間就在台灣的概念的時候 那種被限制的 腳白手 連講話就 不敢說 不敢說 不敢自由發揮 那時候 如果有人在教我們 是教我們台灣人 教頭給定 給死去 他不敢讓你有思考能力 所以他都用標準答案 我用填充 選擇也好 思維也好 都要標準答案 你超出其他的 就不算答案 但是美國的教會不一樣 孩子在 老師在教 是從各個角度 用討論的方式 你站在不一樣的角度 在看這個事情 你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發表一下 所以 現在在台灣這些 如果 頭到好的人 都會老師說 問題 學生 很多問題 很多問 這切就說 這三年 標準答案 你一定會剩這三年 你如果剩不是這三年 就是錯 台灣人 頭到都有定義 所以為什麼台灣人 都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就是我們從小人 都用填押式的 一定給你 正一樣 標準的答案 給你 給你都不用出口 就照顧就對了 你都不要亂想 這樣 可以考慮 所以 老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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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讀如親 剛好才知道 我就不想要填押式 所以我 第一次跟他聽 畢士長演講 我就成了 我比較好求 要填押式的 填押式的 那你跟他講 都要跟他修正 你說 奇怪 你填押 跟我填押不一樣 他把教科書 國立編議館 所編的 把動作是 他像的性子 那都對的 他不知道說 所說的 無論歷史還是什麼 都都假的 所以美國 自由的教育 給你 小孩子 可以 天馬上說 帶你黑白生 給你黑白生 包括 德國是怎麼那麼強 德國他們的教育 他們不會去押苗助長 他說 小孩子 就是讓他們 在遊戲當中 在玩具 在玩的中間 讓他們的頭殼 自由發揮黑白生 他要押杜 在黑白生 黑白母 都沒關係 好好的 做孩子的 遊戲 如果中國孩子 中國系統 從小孩子 幼稚園 就開始 在補 像在補修 就在雙語教育 自己的母語 就學得不好 尤其我們台灣人 最可能 從台語 就學得不好 去到幼稚園 就在 噗噗摸摸 就在 講北京 去 還要學 外來語的 言語 對這個孩子來說 所以 押材押到最後 對押材會怕 美國人 他們都 用錢 壓白 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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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發引導式的自由教育環境 一種啟發式 把你引導 給你對你有興趣的一直給你發揮 所以是怎麼 諾貝爾獎 美國人會拿那麼多 說到諾貝爾獎 猶太醫的科學家 能拿最多 猶太醫的人 減全世界差不多0.3%的銀口 差不多1,800萬 但是一天 全世界拿諾貝爾獎 差不多五分之一都他拿 五分之一 猶太醫的人拿 啊這 猶太醫是怎麼 他們的科學家這麼厲害 就是猶太人 也是信 那一部聖經 那他們的聖經就很早就說 地球是 懸在虛空之中 聖經早就 在那 要兩千年以前 受寫的聖經就這樣寫 但是一直到 隔百年 全力烈音 他們說天體 怎麼 說 地球是 繞著太陽轉 地球是圓的 地球是圓的 以前中國人說 白是白 所以 中國不會進步 他號稱他五千年的文化歷史 結果 只發併兩人 跟他們 三人 螺盤 水蘭針 照子室 還有火藥 結果他們的火藥在做鞭炮 美國人在做飛彈 在做 做從天炮 所以 我們現在想來 中國人 沒有什麼照顧 人類的發明什麼 但是 美國人 你看 他們照顧 人類照顧多少 他就只說 發明秋季 秋季就美國人發明 他們滾風炸 可以 一杯 把這個技術 交給民間 發電 不可以 打擱這些東西 你看賈波斯 他會發明 智慧型手機 現在iPhone 6 怎麼搶到來不來 血都做不到 做不到 他還發明新的 發明 創新iPad 包括從iPad 好 他發明iPad 就把Sony Walkman打倒 他發明iPhone出來了 把第一名的Nokia打倒 他發明iPad出來了 我現在差不多 把那些比例新電腦 差不多 接到大家要求 這都創新的發明 注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 因為剛才我說的 他們的憲法 200幾年前 憲法就這樣規定了 保護智慧財產權 跟中國成對面 中國都在山寨 每紅都跟他放 包括 引擎戰鬥機F-22也跟他放 結果他放的 殲-22戰鬥機 是比美國的F-22 加四公車重 什麼意思 因為他沒辦法 農屋說把發動機 做比較小 退役又有夠 所以 他的發動機做了 進 中國連發動機就做不好 他自己做的發動機 差不多半八點鐘就要撈下來大聲 還有 退役又不夠 所以 殲-20的戰鬥機 其他所在 可以引擎 但是那顆原印無法引擎 所以那個原印 美國的雷射 一個 一顆套在那裡紅紅 就從那裡 把手中 飛彈跟他撐下去就對了 中國 美國什麼都有 中國也什麼都有 美國有的也有 就是都把美國 投給技術做山寨 他本身沒有那種 研發的能力 他只會說 他用網絡 他用網絡 侵入 美國的 各個國防工業的公司 還是 美國的一些商業的公司 工廠 電腦那裡 投給東西 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 中國人要 仿造 很困難 你要派人去到美國 那裡前方 都要花很多時間 才能進入核心 去投給東西 現在網路海課 中國人有網軍 這個國家培養 專門在 全世界在投給 全力技術 但是 他有的投到 他那些基礎材料 拿不到那個原料 做不出這個 基礎材料 就跟他說 航空母艦 一條YS 他就不要做了 好 這個保安先說到這裡 哇 我們的 人家說不出的 那麼 我們要來講 講到回來 台灣人 在中華民國系統 像中華民國的毒 這麼長 台灣人要怎麼把 投給裡面的東西 穿著穿著 那個 四姐 你給我叫台生 給我轉一下 轉那個 台灣國際地位 我們六十九年來 在中華民國 他的教育系統 他的媒體系統 在中華民國 一直在把我們 當毒 讓我們台灣人 這十九年來 這個毒在裡面 你說 要用爹爹這樣 比如說 年齣 出一班 到高級班 總共 六十九 四年 還是不夠 沒有辦法做一次就都穿完 完全 所以你一定要買 新台灣 好 然後打 這個有時候你打一遍 不一定會清掃 你可能要打兩遍 三遍 然後 現在 中華民國 做對比 台灣民進府所在教 我們這些工書所說的 你好好去想 你回想 真假很容易 可以分辨 我現在來講 台灣主權地位探討 這些資料 我們秘書廠所說的 美國軍事占領下的台灣 我第一本就看一本 再來 台美關係的關鍵報告 這個比較欠 這兩本都比較欠 很好 他 他只說一禮拜 如果一天開兩點鐘 他只說一禮拜就看完 再來 台灣最終地位 第一到第二次 再來 尋台灣 我的資料都差不多在這裡拿 還有 如果網站是我們台灣民進府官網 自由時報 電子報 台灣海外 有這裡 來 擷取一些資料 那麼 我現在先來 簡單介紹我自己 我是 原來算主勤的 民進黨的總緣 民進黨1986年 成立的時 我就是家立 那時候 還沒解緣 那麼我的小孩 我剛才出錢要小 要不要怕 我的朋友來幫我抖 碰那個小孩 你不怕那個國民黨在那裡 你是怎麼你不怕要怕人家嗎 但是我就 天生的反對國民黨 我就沒有加力就會痛苦 所以我就讓人搶加力 所以那時候 官區的建設也經常來我家問說 那時候剛才 街頭運動 經常在 東華運動 剛才斷在澎湖發展 官區就不許來找我 你這次有去台北嗎 說我有去台北 遊行空壁嗎 我說 還沒決定呢 如果決定就跟你說 我怎麼可能跟你說 但是 很可惜 跟 康信龍跟四面地在當董事室 我就對他們兩個很感冒 什麼原因 康信龍 說要金碼撤菌 說要 國民黨喝和解咖啡 你憑什麼 國民黨台南的 台灣人的經營二八四驚 台北三萬人 他沒有來跟我們會失禮 沒有跟我們補充 補充不是補充 結果他用補充 補充就是說 好像五歲 好像不是他的不對 我們台灣人有一個傷害 我保障 不像會失禮 這樣你要跟人喝喝一個口 是在喝頭上一口而已 現在撤菌 那時候阿公一直說要學習台灣 說我們台灣是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台獨就要打過來 現在那時候我們放重兵在那 那是我們的前線 當然那不是我們 各自民國的領土 但是在那個時空的時候 我們都還沒 觸觸到我們 譬如上這個論述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 那是我們的前線 我們很重要 我們要幾十萬的 台灣兵在那裡 你在說要為那補充 你是要導航 因為前線的眾生就沒有了 所以我對 甲信仰說要大膽襲盡 要把資金 台灣的技術人材 都要送去那裡 跟他導三天 那就是衛武作倉 替他訓練他那些人材 所以 我對這兩個黨主席失望 我剛才開始立開 民進黨的活動我就不在參加 我但沒多久 才有一個 建國黨出現 那個台大的教授 李正元教授 所作成的 他廢除行法一百條的教授 我看這個黨成立 目標很明確 他說建國黨 我就是獨立建國的 死中派 我這 沒有加力 我來的艱苦 所以一聲就加力了 你 這 因為 這個黨 都是私自背 都告書 告書 疑書 律書 發書 工程書 都私自背 水準很高 說我這聲 加這個黨 台湾有剪刀 這些都 能言善道 做到什麼論述 沒有 可笑 沒有兩年 說要有民進黨 把它滲透入 他用人頭 把他加力 定選幹部 整個職變 本來建國黨反應說 多千幾個一次 會這樣壯大生死 不知道 人家是木馬塗層 你加力廟 不是他說要定選 開台會 定選幹部 整個職變 都民進黨的人 都在反 在反反 反到不斷不斷 變成說 整個建國黨 在抗議 沒有行動力 這就是 民進黨 為了他 黨的理業 他怕說 哇 這些告書記憶 這些都私自背的人 做成這個黨 水準很高 我民進黨 早期很多都 吃賓 兩千千拖 都是街頭運動的 都 散開百民的 要負責 比我們水準設計 這 黏玉允許取代 所以他想這步 來滲透 其實 他應該 站在台灣在監督 民進黨怕街頭運動 怕議會 好 但是論事 給建國黨來 來寫 來講 來搶 講的部門 論事的部門 都給建國黨利用 你照他的論事 好啊 你走駕駛運動 還是議會的路線 都可以 相輔相成 結果他不來 要跟建國黨拾不住 所以 建國黨拾不住 我說有負 有分不負 要找這個 對一個負責 又去加進 找不到 我才 我就 可以說 對政理 如何都失望 我就好去 去建我的手 我說人 很複雜 我的手 最單純 都要不要跟我說 我把灌水 讓牠負負責 牠就大張 大著寬 如果大 我不是在睡 牠也在大 所以 過著 一段 平淡 相安無事的 好日子 講起來 也可以說 我去把我們爸爸 帶那個 各位也不要 那個 各位也都要拿 長千 說萬千 不是長錢 漫錢 結果在那邊看一個小方塊 不太大 在演講的日期 第一點 還有一個收音機的頻道 嗯 這感覺立軍的 由我拿著我就轉給他聽 嗯 還會好 欸 剛才那禮拜 不是只有七點 在高雄市的舞廟在演講 我就走去聽 那麼 在那時候我還沒去 剛才秘書長的演講的時候 我每天我都要 從高雄開車去屏東上班 在我的農場上班 每天都要走中正地下道 結果高雄在做捷運 黑到中正地下道 我幫他不通 我旁邊要走中間 走中間 剛才在五路跟凱旋路 這次七八路的凱旋路 那個交叉口 五路 五一路一號 我看到這支機子 我走中間看 怎麼有這支機子 這美國的直銷公司 來台灣開粉公司 我那時候是看這樣 這樣經過十幾天之後 我就去拿 他看了這個 這個 我媽咬 還有扮演講 想去聽 嗯 還會好 這好像 台牌的烈根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就真的 走去聽 那時候 那時候 就都在噴這支機子 拿著 我們秘書長 壓軸嘛 那時候 蘇南前 頭前 熱場 我們秘書長 起來講 齁 那種氣勢 剛才蓋兩千 彈水平在選中中 那種氣勢 有夠同 也很像 上禮拜 柯批那種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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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同 齁 我聽到有夠爽 齁 那天機子 和 手都不算 齁 齁 很興奮 本來我從政筆都領下 每天 發燒燒三十九度 到現在阿伯拿去 感謝 我希望你們聽譬如說的音樂 好 應該你們也要 不需要三十九度 也要三十八度 半 起碼要多八度 多半度 所以 我自己說不要愛笑 說 靠腰 跟這支 當作說 美國 來台灣開自銷公司的分公司 自己也太愛笑 好 進入主題 其實我以前對國民黨 持得很懷抱的態度 高中 高中要求我入黨 我也沒有 包括做兵 報道中要求我入黨 我也沒有 因為我對國民黨 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只是我們那時候沒有資訊堂 去求證 國民黨跟我們騙 那時候 突然就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戰勝國 打敗日本 但是我的大人 爸爸媽媽 他們同學 如果來修徒 都被拒絕到 我以前就覺得 日本戰敗 不知道 拒絕到什麼程度 我就想辦法 要出國 要來日本看看 那時候 沒有開放觀光 你要出國 差不多三個管道 第一 留學 我以前沒有台北 我也沒有去留學 再來 你就要 你是人材 有外國公司 要幫你拼絕 讓你離開 才能出國 第三 就是去 做準圓 怕最準 那麼我這邊 就聽到 我們這邊的動作 他們說 天后而已 要去割準圓 要割 我也在照 天后 結果天后 他們走 不知道 一兩國的天后 他們去都吃頭路 去了 所以 剩我 所以我只要去割 我割過 他們說 說的都沒有做 只有割 我有做 我割到 他想我們四五月後 我 那時候 我 那時候 都要去 外國公司 因為最好 去 後面的 還是美國的 結果我拍 那時候 我去抽到 國倫 揚明海運 但是 我去揚明海運 報到 我跟他說 我 不想住在這裡 我 要跳槽 我們幾乎人 很多人 很多人 都說 我們不想住 你們這間公司 國倫 中華民國 鎮水雞 台風雞 福利也 不要 人家 到外國公司 都坐 夫人家 去外國接種 都領美金 我們住這裡領台美 不要 我 我 怎麼 去外國 我 去外國 跟你說 後面的公司 有後面的公司 好處 但是我們國倫的好處 先這樣 我老實跟你說 如果你走美國 每兩國 就回去台灣一次 他們在家 兩年才有回來 只要折折兩年 兩年你等你回來 你老女朋友 我幫他 要兵變去了 跑掉 搞不好你的親家朋友是大人 這兩年的變化 如果身體比較壞 你都沒有辦法回來看他最後一面 我想起來好像還有一領 所以我說好了 走看看 所以我在高雄接準 陽明台接準 第一個就先去日本 好像三十天到日本 到日本我就沒有我們的事情了 我就可以去上岸出頭 一個上岸經過海關 坐在他們的巴士 看路邊的建設 我說這好像三百個 比中華民國統帝的台灣 台北好這麼多 他們那時候的公車就沒有車種了 那差不多四十年前 大概三十八年前 他們那時候都投幣式 你要下車 他每一站之前他的錄音廣播 你要下車你就把他按下去 我們以前都要一條蛇子給你揶 很榮幸 整台車開了 日本的車很安靜 又很平穩 路邊在修理路 都安全設施 不像我們台灣早期 路邊的修理 一堆線 還沒有一支 造民的警示燈都沒有 所以很多人騎機 就要搖去 就搖去 就上岸了 有時候那個路修理 一禮拜不好 兩禮拜不好 差不多三禮拜才行 日本喔 我們過關在修理路 回家人們修理好 修理好之後 乾乾乾乾乾乾乾 路都很平 坐他們那時候 就有地下鐵 那個 捷運 在當天捷運又幾十年前 你會覺得 他這麼先進 車廟都主動 有自動販賣機 那時候 日幣 一千塊要換 幾百塊要換 都有自動交換的機器 你會覺得說 台灣他會落後這麼多 說我們是戰勝國 人們戰敗國 他會這麼強 那時候就有那個 新幹線了 所以 我都真的有國民黨騙了 所以 為了我確定 我一四人就是要把 國民黨援而兜 作為自治 所以今天我會站在這裡 我對必須庭 對八年華 怕氣不走 留意把我看 不然我不會走 我們現在來回歸看 我們來台灣主權地位現況 來做一個複習 來 我們是 台灣是因為 1945年 九月初期 麥克阿瑟發布 一般命令第一號 命令蔣介石部隊 代表盟軍受搶 來 來 把我們 日本黃軍的武器設備 把它收繳起來 好 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年底 中華民國國共內戰大敗退 那時候 他們是武裝難民非法入侵 剛才來的這個部隊 這是 合法 依照這個 一般命令來的 但是 一九四九年來的 這些武裝難民 非法入侵台灣跟朋友 那時候 你如果要做難民 你如果那時候 走一百個國家 要給那些國家 給你庇護 保護 他邊界絕對都繳細了 你不能帶武器去 但是他們這個 武裝難民 國共內戰 建牌之後 穿 都 都排不來 包括飛鴻基都排過來 這次非法入侵來台灣 這是非法 注意 非法 我們來看 難民 應該是要帶這種 好不好 這兩千 這幾年八月十二六 敘利亞難民 在伊拉克的 庫爾德斯坦地區的難民 UN 這個聯合國 救難總署 好不好 這兩千 這幾年八月十二六 聯合國的救難總署 所蓋的戰盆 要讓這些難民 帶 剛才說這些難民 他們來是要帶像這種 武器要收起來 結果就是 剛才有這些 蔣介石的部隊來 已經訂在這裡 所以他們這裡來 我們的武器 他占領台灣之後 把我們日本軍的武器 都收了之後 台灣人沒有武器 所以二禮拜十二天 我們沒有什麼 好的武器 對射 當然我們輸 那麼全世界最豪華的難民 在八九兩四 我們來看 結果他們這些難民 這區第二次 這在大安區 大安森林公園 好不好 建國南北路的高架橋 這邊是大安國宅 右邊這邊是大安森林 這 好像說 號稱 兩萬片 大安森林公園 現在去關擾 最早這 大安森林公園 是家出的 蚵仔廚 像日本時代 那種 很多蚵仔廚的 平房 這個 古董市 翠華路 古茂社區的國宅 古茂 古茂 古茂早期也不是蓋這個 也是 但是 我們上一台 是大人 蓋蚵仔廚 平房 一樓 給他們住 住 住了差不多三十年後 說那太久太壞 有的老婆 還要蓋房 現在蓋房 蓋房 你看 我們台灣人 我們爸爸 我們要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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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房子 他們說 因為他們這些都老兵 所以 在顧台灣 所以要蓋房子 蓋房子 但是同一個時間 我們爸爸在蓋房子 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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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 以前都顧海洋 顧台湾 如果沒有飯堂吃 你做理股 沒有飯給你吃三天 看你又有辦法站上去的兵 沒有說白 你們就蓋兩邊好大 我自己要蓋住 叫人來蓋住 那麼在2006年12月 秘書町控的案 美國聯邦法院有判定 我們在初期班應該都有上過 這基本上我就不再說了 我們再跳過 如果初期班的我打一下 第一 碰到說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這叫做要造成很大的震撼 但是這個消息都有國民黨紅色 所以百分之九十塊的台灣人都不知道 沒有造成多大的漣漪 再來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普遍生命的政務 就現在這個政務 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務 是中華民國流氓政務 全世界又沒有普遍生命 再來 本土台灣人也在政治戀儀當中 就亡台灣人 我們中國第一在選帝王 我們台灣人會跟著這位選 就標示我們在政治戀儀當中 我們都去給他們 像榜枝百條 台灣現在還在美國軍事線 美國的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研究 對我們本土台灣人 就是我們這裡的控制 我們這裡的人 好 我們來看看 優關台灣 國際教育 法律宣言 為這來做一個比較 1895年 4月2日 所簽的下官條 他們中國人說馬關條 下官是一個地方 一般簽都有一個地方 在台北簽就是台北合約 在舊金山簽就是舊金山和平條 第二個 1952年4月28號生效的舊金山合約 這兩條都國際條 這是國家跟國家簽的 簽的叫做國際條 這個是日本國家大清帝國 大日本帝國跟大清帝國簽的 那麼這個是51個國家簽 有48個國家上等於他們的國會有通過 這個更重要 所以我們秘書中說 我們要回到歷史的原點 要回到這點 台灣比較有求 再來台北合約 是舊金山合約做他的母約 舊金山合約在這天生效 在美國的強烈主導之下 要求日本要跟中華民國在台北 台北簽一個台北合約 他生效之後才會簽 所以究竟我們是他的母約 也叫做日華合約 這個台北合約 就是日本跟中華民國簽的日華台北合約 在1972年的9月29號 因為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跟阿公建交而失效 所以這個已經沒有效了 馬英九做得拿台北合約 根據台北合約 台灣已經移交給中華民國 跟我們騙 如果這都沒說到這句 好 再來1979年1月1日 生效的美國台灣關係法 再來1943年11月25號的開樓宣言 這是一個新聞公報而已 基本的位置 理得看 這五個位置最多就是這個 結果中華民國馬英九 他們這些人最愛拿開樓宣言 說根據開樓宣言 戰後台灣要歸還給中華民國 這宣言來貼台灣關係法 美國國內法 再來貼舊金戰河的來比 這是國際條的 這個沒有人簽 所以舊金戰河是最高位階 有四十八個國家同歸 那麼當然這個要有 因為日本是經過合法程序 簽下官條的 日本天皇拿到台灣和平和 因為建牌簽舊金戰河的 放棄台灣的管轄自律權 那麼開樓宣言跟有 有 如果他後遺的 他的誠信的原則 公出威的尊勝 就生效了 手的尊勝 但是他背後是怎麼會變得沒有 本來是有 美國在波士團宣言也有說 要按照開樓宣言來執行 要執行開樓宣言 所以那時候有 但是在來到 然後 舊金戰河平條的時候 其實在大概1950年 6月25號 五空年 在舊金戰河平條還沒簽 韓戰爆發 美國的決定說 不要執行開樓宣言 不要執行波士團宣言 就是因為 阿公 這是中國 那時候中國已經代表 毛澤東政權已經代表中國 毛澤東發動抗美援朝 百貴版的解放軍 來援助 北韓 來打 跟美國的 美韓聯軍 來對抗 從這裡開始美國決定 1950年6月25號發生韓戰 的兩天 6月27號 美國杜倫門總統宣布 台灣 海峽中立化 台灣地位 未定論 要開始 就從那時候開始 美國就準備 沒有要跟台灣交給中國民國 所以他跟美國說 在簽 台北的 這裡都沒有說 要跟台灣 移交 或是過戶 或是割讓 給中國民國 都沒有說 好 所以我們要說台灣 都要說 差不多這兩條 中間 國際條的 村的 外界都比較多 都不用多說 包括台灣關係話 也不用想說 台灣關係話 雖然有保護台灣人 但是同時也保護 就這樣說 這句你要記得 好 再來 日本是依照和平憲法 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而喪失國家交戰權 且不得主動力行 防衛台灣之義務 這是我們日本 那個麥克拉斯的將軍 改變他的帝國憲法 跟這個和平憲法 他第九條整項 日本不可以有宣戰權 交戰權 日本也不能主動力行 防衛台灣之義務 就這樣被動配合美國 所以美日安保條約 美國在防衛台灣的時候 日本要來搭三天 美國美日安保條約 是有包括保護到台灣配合 以前是寫得比較模糊 說周邊有事 這範圍很看 韓國發生事情也是周邊有事 福利賓發生事情也是周邊有事 美國在執行美日安保條約 是我們日本 雖然沒有主動 但是可以被動配合美國 來防衛台灣 包括物資的支援 其實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在美國同意下 才得以被動來履行其國王方面之主權義務 作為防衛台灣之法源依據 美日安保條約 所以美日安保條很重要 所以美日安保條很重要 台灣是美國在幫我們保護 不是他們中華民國在說的 中華民國國人在防衛台灣 錯 不過 那東西 古林頭戰役 也好 還是八二三砲戰 如果不是美國第七艦隊 在台灣海峽在護航中華民國海軍 或是空軍 空運 或是海運運捕 帶到 那裡 中華民國海軍 帶到阿公的海軍 不是要打燈多少隻 所以是 美國在保護台灣 包括說 古林頭戰役 也是我們台灣軍在打的 不是中華民國 所以他們那時候走下來 所謂的中華民國國軍在打 包括支援我也換人 參謀 是已經換日本的根本部將軍 這白團 已經換他們在支援 所以 整個戰略 戰術都不一樣 所以阿公 我們開始古林頭戰役打輸 那麼 八二三砲戰 也是因為 美國 好像八門的 二十尺的榴彈炮 有那些金門 有 一座 砰起來 一座落在 那個 冰車 有六門 穿起到上面 但是沒有美國的下令 都不能打 但是 包山炮戰 建到 有一個 所謂說老蝦 我起碼要 抓狂 跑到金門 撞到 後來 下門車 再拚一門下去 一邊的 跑陣地都 準點 好 要開始 要開始 單打雙步打 有沒有 全世界最好笑的 單打雙步打 每日安保條 正是日本對台灣 仗保有主權義務的具體證據 每日安保體系裡面說 周邊有事 及台灣有事 台灣有事及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就是美國有事 就是美國有事 所以美國就要出動 所以 美日安保條約 正常在補給台灣 好 所以我們做一個小節說 台灣正常的國際地位 日本天王所屬 這是根據下官條約 好 因為二戰後 被美國軍事佔領 中華民國在台語占領 這簡稱日暑 這個簡稱美戰 日暑美戰 好 OK 再來我們再來看 美軍佔領台灣 有哪些法理 依據和跡象 之前出局班 我有講一部分 上面一句我就說不對了 那麼我們來看 美國在台社會 在內服所起的新的新館的意義 這個新館佔領 兩萬坪 差不多 我們台灣在說 差不多7塊塊 發揮新台幣差不多62億 差不多全世界最多 但是最大的美國大使館 是伊拉克 因為伊拉克 經常有那個 激進的伊斯蘭回教 用汽車炸彈 所以他要用很大的眾生 要路過圓圓圈圈圈 不直線 不可以讓你加速 像很快的 汽車炸彈給你 那麼他內部的建材 都是美國政府 工作人員在蓋 台灣的一些工人 不可以讓你 他在蓋 怎麼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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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內部這些原工 也是美國的工作人員在蓋 台灣的一些工人 都蓋周邊的圍牆 這不重要 部門靠台灣的工人 在蓋 這是他的 構造圖 秒看圖 那麼這個所在 早期99年到99年 是在後面 在做台北市政府的 做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就簽了 是用福爾摩沙基金會的名義 所以簽了 完工後準備要進入 800個美國海軍入戰隊隊員 這根本是一個 新的總督府的架勢 花那麼多錢 因為他先蓋一個 有防衛能力的 新的總督府的架勢 這根本是一個 東亞防衛通訊電站指揮中心 你自己想 現在美國一直在追加預算 一直在圓期 一直在追加設備 有更新的設備 追加預算 又有這麼多 所以他的施工 要到每年才會完工 本來早上2012年才要完工 一直圓 好 我們再來看防禦性公圖 阿扁在2004年 他在宣布舉行防禦性公圖 這就是阿扁 三位 還要選中 要投票 他在1月份 宣布舉行防禦性公圖 本來美國都規定 叫阿扁都不能辦公圖 阿扁很不得 台灣也很不得 美國自己都在辦公圖 你們號稱自由民主 什麼事情都讓 老百姓在決定公圖 現在我們台灣人 你也說叫我們要走民主制度 我們要辦公圖 你都在動 所以阿扁投票也算不錯 其實美國是最怕 你創統獨公圖 所以美國 都不讓阿扁公圖 阿扁想一步用防禦性公圖 這美國說 找不到理由 人家擋 我 要防衛台灣 公圖說不可以 不然你是叫我們 都不要顧台灣 美國 大家不要這樣 但是要求 你公圖的內容 要讓美方 過目 所以阿扁也把 公圖的內容 跟用意 要寫一篇文 讓美國看過 怎麼都不用 其他的國家 英國或法國 或是卡拿大看 都不用 就獨特要給美國 過目 美國看過 也找到理由 來翻譯 所以只要給他公圖 所以以前 我們在說 阿扁公圖綁大選 他在說這件 再來 台灣遊覽 美軍持援 我們來看 2009年 八月切別 莫拉克風災 也要有通令 各駐外使館 說不接受外國救援 說 年來 人不用來 我這人花錢 有意思 要讓中國的解放軍 作這個機會 買到台灣救災 如果放他進來 請神容易 送神來 解放軍如果不照 就麻煩了 好 但是美國 也不是省油 美國在台灣有 兩千幾個工作人員 美國知道了 美國是說 國安部就是派軍機 軍艦運送救援物資來台救災 這就是 由 北京的 加索空軍基地 西洋山洞 綠四型 運輸機 那 福音技術是 那是男母的 自由時報報 那男母的回規關 逼美國的備贓 建贓 還有美國的國旗 說我是美軍 那是載什麼東西 載一些防水澆布來 那時候也有那個 超級總馬的那個 自生機 釣外手 山鳥 三毛 超級納馬下鄉 它要救災 那麼這印證美國能 是舊軍戰和平條約23條 因為台灣是主要軍事 主要軍事佔領全國 剛才說美國要來救災 一般美國在對外如果有一些天災 美國都有一個美國救難總署 這個民間單位 軍方的單位在救 今天怎麼會國防部 美國又跟中華民國這邊的救難單位說 你台灣 你中華民國的救難單位 跟我美國的對口單位是國防部 奇怪齁 一般都是美國救難總署 這次才會軍方 印證軍事佔領全國 台灣是主要軍事佔領全國 美國 他跟我們佔領全國 所以他出動救災 用軍方速度最快 最有效率 一般 民間救災都塞輔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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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為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代理 那麼軍機敢不可以隨意出入他國領土 美軍要進來台灣不用被中華民國申請 這就是我的土地 這是我在管的 他是老闆 你如果像說 敘利亞 土耳其有這隻戰鬥機 不小心疑似進入領海 領空 又敘利亞防空飛彈把他撞掉 你看那好像疑似而已 是不是真的侵入領空還不一定 在那無人兩個的地方 就用發採了 美國的飛彈機來 軍艦也離開到我們的領海 怎麼都不敢 中華民國都點點 他的老闆 心裡的感覺指責老闆 你來我工廠做什麼 老闆來視察 老闆來救災 再來 再來 2010年5月11日下午 美國軍機再次降落台灣 但是這個是 POINT 737改裝的美國空軍 西40行政專機 這在等什麼 就是在美國派 一旦擔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羅斯雷霆 率領國會議員團 來台灣祝賀馬英九 連任台灣治理當局局長 登基殿 台灣治理當局局長 他是國長而已 因為 跟美國斷交了 1979年1月1號 台灣關係法裡面所說的 那時候斷交了 美國通令各駐外使館 都不可以再說中華民國 只可以說台灣 這個台灣就是在說台灣治理當局 現在在選的叫做國長 你看 他那天的登基典禮 好像那天的10點 怎麼會他們會保護來 5月20號會保護來 什麼意思 你若帶媳婦嫁子 你若請中途 人家晚上那邊來 會表示什麼 沒有生意 沒有真的要給你請 所以 那個保護美國 他們的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來 派 帥國會議員來台灣 今天說 你 不要記住我的小孩 你只有我一個局長而已 不然在 順調就對了 再來 美軍 美國撤僑入台灣 而且自射海關 這 2,13個在日本地震發生核災 那麼福島核災 美國 3月18號撤僑來台灣 中華民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怕是最先撤僑回國 法國也撤僑 歐洲 法國本土 一部人撤去南韓 很奇怪 你美國要撤僑 怎麼撤去台灣來 怎麼沒有撤去你的 海外交易組 還是關島 他們自己還在 投影機場 AIT 前一天宣佈 停止所有美簽 AIT的人都走來 台灣國機場 設 他自己的海關 檢查他們的主人 撤退來台灣避難 這些主人都 他們自己在審查 中華民國的海關靠邊站 海關代表什麼意思 是一個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一般你買那些人的國家 你一定要申請簽證 你買美國要申請美簽 你拿護照到美簽到美國 美國看比較有利益 你都有合法證件 合法程序 你看這些背信都穿AIT的背信 二 海關是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流氓政府的海關 欲握有 注意 非擁有 台灣主權是美國 無權對上司執行管轄權 美國握有台灣的主權 也有所有人 但是他不是真的擁有 握有不代表擁有 人的流氓比 就好像說 你看路人男女朋友手跟手 握有 不代表擁有 那個女孩子不一定會嫁人 女孩子不一定會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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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握有不代表擁有 另外一個 我們如果去超商買東西 一個飲料 比如礦泉水 我們拿著 握油 對吧 可是不代表你擁有 因為你還沒到過台高錢 以前 你沒自己打開來喝 如果美國人他們的邏輯是這樣 我就要去付錢之後 我家有自己打開 在你家的付錢以前 你都不能打開喝 知道意思嗎 因為你還沒有擁有 你只是暫時握有 好 再來 主人隨時要回來 看門狗無權審查主人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看門狗 主人隨時可以回來了 我們如果回來了 我們到門口 是不是我們收拾走 打開就要去 我們這樣就要問 我們的旁邊那隻狗 狗狗 我敢不敢進去 不用嘛 對不對 好 這樣你就知道誰是主人 誰是看門狗 好 再來我們來看 2011年 10月2日到 美國的空軍郊遊機 KC135降落在台灣 台北的松山空軍基地內幕 這隻不意不意到大隻 因為郊遊機裡面都是地酒油 這隻很重 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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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軍加熱機 你如果蓋那個 F16 在空中 你給他看一下 什麼 那差不多差不多 十幾倍的體積 那時候 記者去問AIT 他說 你們三隻來 要做什麼 AIT的廣告 他說 有一個公園 小孩 小孩 破壁 他說 要再去日本 要養小孩 小孩 他就 你要不要相信 一隻這麼大隻 他說要再去日本 去日本養 我們台台影響的醫生 都不要養 其實不是 這個內幕就是說 他塞這隻來 他要測 測試 中山空軍基地 那個頭套 會蓋在這隻大隻 他這樣回家 跑道會 他會擺在那裡 他要抓那個參數 而且 很奇怪的就是說 我們一般 你要降落 要逆風降落 這樣煞車的距離 會比較 逆風 有阻力嘛 跑道滑行 不用那邊 有時候 這個跑道你如果 順風 他會衝出跑道 但是他就叼向順風 這麼長 煞車也不動 這樣要抓那個參數 說 我在最艱難 最壞的狀況下 我多紅 會這樣停住 他要抓這個參數 起飛也一樣 起飛你也要逆風起飛 這樣 飛機比較快飄起來 但是他就這樣 故意順風起飛 也是要抓說 我上方多久 不會離開跑道 也是在抓這個參數 什麼意思 就是一般的將來 如果他的運輸機 需要運送 向台灣發生劍鑽 劍鑽 劍鑽阿公也跑來 美軍要來遲緣的時候 他要載 開一個艦車 還是開一個跑 開門跑 還是什麼重裝備 買進去 需要什麼運輸機也好 那麼這個跑道會蓋進去 大家開門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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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抓這個參數 不是說要送一個紅營 買去日本 好 我們來看台灣關係 他的第二條 美濟力和市規定 維持美國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 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 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以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要維持美國的能力 這些能力 就是power 他的 大顆 就是他的武力 他的能力 包括武力 你如果危機台灣人民 安全和社會經濟制度的穩定 美國就要干涉 這條就是美軍護台的法律依據 所以台灣關係法 當然是要怎麼保護台灣 但是保護到兩種人 一個中國難民 一個我們本土的日本台灣人 現在美國主要佔領全國 他有這個權利 也有這個義務 相對 你有管理 也要付義務 你要保護台灣 你不可以說台灣要阿公拿他 台灣 如果我們的母國 日本母國有錢 如果要拿錢 要像琉球模式要輸回去的時候 美國不可以說 沒有國不好要阿公拿他 你世界檢查 我們自己不要做 好 我們來看 1996年台海危機 美國 隨便派兩隻航空母艦戰鬥群來台灣 借護台灣 這是美國總統柯林頓 依照台灣關係法 有權派兵 都不用我們要求 美國柯林頓總統 主連他要依照台灣關係法 這台灣關係法就是 美國國會參眾議院高票通過的台灣關係法 他要依法行政 柯林頓總統 他要國務院要依這個台灣關係法 依法行政 所以他就要派兵來 他如果不派出來 不過台灣過好 他就是失職堵職 這九六年台海危機 每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來台灣市井 這個福利賓 台灣海峽 這兩隻航空母艦賽過 美國基本上就是常見人都在後面 因為台灣治理當局的總統 無論領獎也好 李頓委、阿彬、馬英九 都是台灣治理當局的總統 都要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對台灣治理當局說三道四 什麼都美國說了才算數 怎麼看兩千年 如果第一次選到五月二十 他的就職演說 公私不義沒有 這就是美國美國操控、指導 這些公私不義沒有 那時候 我們福利賢說 把台灣人的 政黨台灣人 以前反對派的民進黨的 彈水平跟上立的總統府 選到總統 那時候很麻煩 都在等五月二十號就職演說 阿彬要說什麼 結果 他說事不義沒有 我們這個獨牌、勝率的 大家都當誰贏 有夠希望 全世界沒有一個總統就念 說 我沒有要做這個 沒有要做這個 沒有要做的 那些人也說 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這個 我高速公路要多做十條 高鐵要多做三條 全台灣高鐵給你選一圈 都說要做這個 那些人做的 只有這些人說 這不要做 那些不要做 好 我們來看他到底說什麼 不要做 第一 沒有要選沒有台灣獨立 這聽起來 我就幾百歲就嚇到了 不然選你的做什麼 我就是要台灣獨立建構 以前不知道 不知道說台灣沒有獨立 第二 兩國論不入縣 這兩國論為李政委 九六年 九五年就開始說了 第三 不舉行統獨公投 再來 第二 不變更國後 剛才中華民國繼續做了 再來 沒有會統一綱領國統會的問題 你看 不不不不 還是選一個磅背中痛 都在不 這個不做那個也不做 還是選你要做什麼 所以 我這裡獨立有夠失望 這個沒辦法 美國老闆 台灣治理當局的局長 都要聽美國的 一個阿扁其實比較知道說 原來 老闆是美國 所以很多事情 都這樣做 好 為人占領授權書 我們來檢查一下 一九七九年以前 美國承認流亡的中華民國 但是一九七九年 一直在插 美國跟流亡中華民國 斷工 斷工之後 美國國會 參眾議員制定台灣關係法 來代替麥克阿瑟一般命令 他的本質是 代理美國軍事占領台灣的授權書 以前一般命令 中華民國斷工 一直傳 傳來給他們 童子獎金國 還傳給李定輝 但是一九七九年 美國斷工 跟中華民國斷工 就是等一年 所以 美國參眾議員發言說 這樣 跟中華民國斷工之後 這個麥克阿瑟 明天說等十年 所以要關鍵訂一個台灣關係法 不然 其實台灣關係法 是 大概四個月 1979年4月10號 高票通過 但是要追溯到回來到1月1號 要關鍵 所以 跟這個麥克阿瑟 這個一般命令要連結 比較不會有空窗期 這是法令上 不可以有空窗期 那麼 不能說中華民國 改稱台灣治理當局 但是流氓的中華民國政府 繼續 代理美國 在統治台灣 不論台灣人的李定輝 還是 丹水平 這個 流氓總統 一樣 李定輝選起來 也是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的總統 丹水平 也是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的總統 不是我們台灣國的總統 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沒有總統 好 第十 我們來看 2008年 年輕 玉山4號政經兵推 阿扁要邀請馬英九 馬英九 可以選到了 馬英九拒絕 但是那時候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蘇律 跟美軍官員 確診 雲爆假車 進入恒山指揮所觀察 這個恒山指揮所 中華民國 最關卡的 指揮所 你看 美軍的官員 這 兵推這是很機密的工作 怎麼會讓外國的軍官 可以在這裡看 所以根本是 進入恒山指揮所 視察 上級指導單位 來視察你的兵推 推得好不好 了解嗎 美國軍事占領當局 派美軍官員 來中華民國最高的恒山指揮所 視察 上級指導單位 上級指導單位 沒有怎麼不叫其他的國家 英國 還是Canada 法國 他們都沒有派軍官來 即使日本官員 量減 這台 可以在那裡 但是 外國的文官 也可以在那裡 這個 國家機密的兵推 我哪會讓你們看 被美國下令突銷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軍事武器 我們來看 中華民國劍車 漢光28號演戲 這裡本來都有車輪的國有 都在這裡 國有都扶著的 都依稀可見 再來包括直升機 這台這裡也有 都依稀可見 是怎麼會讓美國下令突銷 就是我們秘書中跟美國見過 美國國會議員說的恐怖組織山藥艦 我們來看 第一 不是國家 第二 擁有武器 第三 在當地爭兵 檳榔燈不是國家 檳榔燈擁有武器 檳榔燈用他的伊斯蘭教育 在當地 用他的回教教育來爭兵 做開打組織 所以這三個都有 所以檳榔燈是恐怖組織 你把中華民國給它討論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擁有武器 就是美國賣他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澎湖地區 爭台灣人去當兵 這違反國際戰爭法 這三個中華民國都有 所以中華民國是恐怖組織 所以我要向你告 你如果 所以美國下人叫 你中華民國的國會都給我服務掉 是這樣來 好 再來 旁邊要下人前有四射飛彈 所以引起美方關切 這兩千十一年 最新一期的國王新聞週刊 王爺週刊所報的 前總統陳水扁 卸任前一兩個月 曾下令四射一枚中程飛彈 但立即引起美方關切 美國一名國務院官員 曾特別到台灣國防部查證 一陣的前國防部長蔡明憲 說美方對台灣四射飛彈感到關切 美國資深官員 隔週就到他辦公室 問他有沒有四射飛彈 蔡明憲說 有啦 七射還沒正式成散 但是蔡明憲還保證 我們台灣的飛彈只是用來防衛 而不是攻擊 你好像說 這很矛盾 你做一支長矛 很長 還抹到這樣尖尖 說沒有啦 我這是在做好看的啦 我沒有要嚇人 我沒有要嚇人 我沒有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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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防衛而已 他沒有嚇人 我不會嚇人 其實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衛 你到我嚇人 嚇到要一千公里 中程彈道飛彈 會嚇人 嚇人 對阿公來說 也有很好的殺狀力 所以你看 我們的國防部長 又要把美國保證 我們只要防衛而不是攻擊 你就知道我們台灣 真的被美國控制比較硬 我們來看 受美國管制軍事武器發展的國家 有韓國 日本 台灣 你注意 這三個你加這個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 那麼管制什麼內容 我們來看 第一 飛彈射程 第二 核武延制 第三 什麼 暫時的軍事指揮者 我們來講飛彈射程 剛才阿扁七家 那就收到美國管制了 包括韓國 韓國 美國那時候 只規定說 它可以做三百公里的飛彈 那麼兩年前 美國開放讓韓國的飛彈 可以射程全家到八百公里 但是如果八百公里的彈頭 只能鑽三百公斤的彈藥 你如果做五百公里的飛彈射程 你會鑽五百公斤 鑽更多 更大顆 這是韓國 剛才剛才說這三個 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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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說是國家 做到它管制飛彈社長 包括這三個國家 都有能力來做核武器 這三個國家 但是都由美國擴充這條 日本三一核災 福島核災之後 比較清楚 日本為核能發電 提煉出來 儲存的武器及布 他可以做差不多一千五粒 幾兩千粒的核子彈 只要美國如果答應說 你會這樣做 日本水會這樣做出來 他燉那個原料就是 萬一他需要的時候 他要去做原子彈 來對抗阿共 不用阿共這樣 用核子在威脅 再來 暫時軍事指揮權 不能 冰空是 韓國軍的指揮官 在支援美韓聯軍 但是如果漸戰的時候 比如南北韓戰爭又爆發 美軍的指揮官出來的 指揮美韓聯軍 但是我們在協議 美韓雙方的軍方協議 2012年 就要把暫時指揮權 交往韓國 但是剛才那一年發生 韓國這隻天安劍 莫名其妙 為什麼要對一國家的威脅 帶點 所以韓國軍都緊張了 又要求美國說 美韓請 跟 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交回韓國 如果要戰爭 那是在美軍 你比較有經驗 你來領導 你來指揮 美韓聯軍 所以連 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都放在美國手上 那麼 也有一個消息說 萬一 阿公 來打台灣 拿著自空權 自海權 要開始登陸的時候 聽說美國 有要求 到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中華民國國軍 從西部沿海 往內撤十公里 淨空 你們這些人 那些部隊都離開 沿海十公里 要做什麼 讓我美國來就好了 你們不要緊張 緊張 剛才我 港軍登陸 我要把它封鎖 你們頂到那裡 給你誤傷 那些都全台灣兵 那麼其實台灣 中華民國這個部隊 他的指揮 他的三軍司令部 將要裁測 那個指揮部 什麼人要指揮 美國太平洋總司令部 來指揮 好 那麼為什麼阿公 打金門古龍 古林圖戰役 打牌 我剛才說的 就是有一個根部 日本的 那時候在東北 關東軍 專門在 蓋 共會在修建 蓋毛澤東在修建 都借而已 現在就 打牌 到我們來台灣之後 他派他的秘石 去日本 去找這個根本寶將軍 拜託他 來回來台灣 替他訓練 包括去金門的 這個 指揮這個古林圖戰役 這是頭頭的 連美國也不知道 他來台灣之後 請中華民國的軍中 又改名 改成林本源 其實是 日本名字根本寶 中華民國的軍艦 用中國名 包括他 如果帶幾個 以前的參謀 來 指揮中華民國 在古林圖那些部隊 結果 那些部隊是台灣 那時候 有一個孫立人 那時候 這是 陸軍總司令 在南部鳳山 基地 訓練我們台灣軍 我們台灣軍 就是 不能見掰 所以士氣高昂 他們中國撤退來的 那些 老蝦 聽到阿公要來就 比比賽 因為他知道 他們就是 常敗的部隊 常敗將軍 如果常勝將軍 他們就 鑽了整個中國 特別 兵敗如山島 走來到 台灣 所以他們知道 阿公要來 就譬如說 不見了 沒有士氣 沒有戰鬥力 像台灣軍 可以說 不知道什麼 就是失敗 那時候的台灣人 還要做了日本情形 所以又做了戰鬥力 所以打下去 哇 跟鳳軍走到 打下去都不一樣 只會說換人 旁邊也換台灣軍 不是中國軍 不是國民軍 好 那為什麼阿公 覺得打金馬 不敢打台風 打金門媽祖 是國公還在內戰 你如果打台灣跟朋友 這個國際戰爭 這個地方 日本天皇的土地 美軍在撿而已 你打我 台灣跟朋友 就是打我美軍 美軍當然把你修理回來 毛澤東知道 不敢打 過期 如果要拿台灣 一定要先把朋友拿出來 怎麼不去打朋友 那我中國也很近 朋友又沒有關山 很難受 要拿很好拿 怎麼不敢去打朋友 就是毛澤東知道 不可以打台灣 只能打金門媽祖 所以到現在阿公 倖子 不敢有一個頭盤 趕來到台灣 跟平衡 就是 就是這個原因 你說什麼 因為怕台灣跟朋友 就是國際戰爭 這個聯合國 美國也要求聯合國 出品來處理 被占領區的國防 由占領軍負責 知道嗎 所以我們台灣跟朋友 的國防 是美軍要負責 被占領區的國防 由占領軍 美軍要負責 那麼蔣介石都穿軍裝 蔣介石所有的重要慶典會議 就職都穿軍裝 自知代理美國軍事政府 來佔領台灣的 不好意思 時間又到了 不好意思 馬仔好 繼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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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今天的課程已經結束了 今天的課程已經結束了 然後餐廳那邊已經有點像